10月27日星期五晚上的这个岳鱼谈 正当我准备趁温哥只有一两度 这个晚上捐入匹斗暖入暖入 发过春秋大梦准备明早起床 和大家做这个晚上和你Live的这个时期 突然之间超哥叭叭叭叭的发个WhatsApp message给我 接着还有一个夺命追荣康 愁死我不知道这个信息 告诉我中国的总理前任 李克强、花辽强、国务院的总理 突然之间拉脱了柴 还要死得了就很急 得到心脏病横死 只得他68岁 以现代人的寿命来说 说68岁就真的死得很早了 也不可以说笑丧 突然之间拉柴 为什么做什么东西 又怎么做什么东西忍质呢 现在这个人民日报或者央视 那边出的一些讯息 就说花辽强不是死于生癌症 而是死于突发性的心脏病 而抢救无效反昏伐术术 建议了马克思、列宁这些共产党的先烈 这样的情况 我在这里公布 花辽强、李克强 出之可以做到一个好的共产党的党员 为什么呢 因为我一直以来都觉得 只有一个死亡了的共产党党员 才可以是一个好的共产党党员 花辽强 出之可以做一个好的党员 因为他死亡了 拉了柴 我当然不会因为他死亡了 又要跟他说好说话 丢你老美和他母亲母戚 共产党侵略香港 搞到大家家破人亡 大家不要污苦爱灾 你一个花辽强 他做得丢你老美恶事少 搞到我们香港人日民怨沸腾 共产党死亡得迟了 你个人 不过这个花辽强突然之间这样死亡 我想现在在网上 又或者很多网媒 即时就会有很多的一些黑人问号 究竟花辽强是不是真的死于急性心臟病呢 又或者他是避心臟病呢 在现在这个敏感的时刻 特别是中国国家主席 习维尼、卸精评、死精片 这个习近平现在内外交困 先不要说 你老美派这个王毅 走去美国的黑球 拜登见一见他的老板 大家聊聊天 你老美拎着他的颈 拎着他的春袋 可不可以放松一点 让他休息一下 这样的情况 家里面 你老美正宗屋楼甲 兼逢夜雨 扑你个街 一手提拔出来的外交部长 一手扶植他上去的国防部长 你老美是自己的亲信 全部推了落祸 全部也炒掉了油鱿 你老美没想到 莫特·佬拉 这样的情况 在现在国际局势 风云变幻 又有这个俄乌战争 在一个哈马斯 和以色列的战争里面 就会打到 突然之间中国没有找到一个国防部长 还吵了你 外交部长落了马 换了老狗回来 就是帮他搜门口 这样大家就觉得 老杂你干嘛 自己的班底都搞得了 吵了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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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是不是那个位置坐不吵了 吵了一声之间 就出现了一个花疗墙 死了 好多人都会想 又会这么巧 吵了你老鼠找猫 吵了你 为什么花疗墙在这个时刻里面死了 嘩 事有趁巧 会不会这个北京中南海的权斗 又或者吵了你 团派趁你病 拿你命想复辟 吵了你老母亲 你想复辟 你想坐我的位置 你想挽救我的龙头滚 当然不想洗子意 你这些花疗墙 吵了你 就是经常跟老杂对着干 看着我 吵了你不想顺招 现在就跟你过两招 会不会怕死发疗墙会的翻阴 又或者是 看着他这个宝座 又或者他得罪人太多 连胡锦涛都被他掃地出门 吵了你 攀勾他走 不准准他开会 是不是会怕他 一个反誓他 而趁你病 吵了你 早点 吵了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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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想让你玩呢 我想很多人都在想这一样的东西 但是大家都会觉得 为什么一个国家领导人可以死得这么急 死得这么快 死得这么突然 不论是中南海 我还很记得以前听过这些什么东西的传闻 又说 吵了你 没有气公司 远远发工 吵了你 吵了你 你真是断气 吵了你 帮你 推回你 因为他起死回身 不要说这么多 这一个干扎民 吵了你 这头又说他死 跟着就吵了你 吵了你 然后跟着走肉行尸 又这个吵了你 吵了你 然后去收皮 吵了你 没理由的 这一个国家杂民死下又翻山 吵了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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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把他翻山 復养 吵了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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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南海 有很多的御医 名医 敬秋 吵了你 拍得住你大股医术的七个 吵了你 帮这帮中国国家领导人 中共的吵了你 吵了你 花辽强 照计 你做得这个国家领导人的位置 肯定就算没有这些性减护士 穿着这些性减制服 每天在这玩验身 都有很多这些御医 帮你把蜜 照看X纲 量一下心电图 量一下血压 看着你 吵了你 没有什么 头昏伸映的隐疾 有就帮你医 吵了你 没有的 那就更加帮你 股本垦圆 加强你的免疫能力 扑你去街上 武汉肺炎 你的嘴 通街走不戴口罩 都不想死 没有理由 突然之间会有这个心臟病 为什么会这样的情况呢 老恶都很扑头 不过姓传 花铁强的臉 黑脉脉 并不想是因为他要做花铁 或者做电疗 电疗到臉 就是黑脉脉脉 包青天的 原来他因为 就好像他个人 就有一个糖尿病 一个困扰 曾经在2015年的时候开会 吵了他大汗 突小汗 流到汉流 汉流接杯 你懂得说 不想是 吵了他 吵了他 真的要换衣服 据称他有糖尿病的困扰 是时候 让我跟大家分享一些医学的常识 其实有糖尿病的人 也会有这个血压高 有血压高的情况之下 就很容易有这个心臟病 原因是什么意思呢 当你血糖过高的情况之下 你的血液里面可能会有糖分 或者其他一些杂质 当你的血压高的情况之下 你就很容易 你的血管的内壁 就会被这个血糖 或者其他杂质 造成一些破损的情况 损了的情况之下 有一些 奔奔贴贴 那怎么办呢 就靠你的胆固醇 就聚在那些伤口的位置 填补它薄了 或者有伤口的这些情况 久而久之 累积就越来越多 大家都可以想一下 你这条坑局里面 就失忍了很多屎 然后那些屎就越积越多 那你的血去着的时候 突然之间去不到你 心脏停一停 哎呀 这样就损了你 拉柴 又或者损了你 冲得太急了 哇 像香港这个爆水喉 这样搞水浸 哇 你全身出血 你这些血就吊老充血 就死得很惨情 是吧 有这样的情况 这个问题都未定 那又不等知 花疗强会不会 就是突然之间有一些 细菌 或者病毒感染 这个心臟 令到心臟 就是失去了这个功能 死 那也有这些可能性出现 但是 我们很记得 是吧 花疗强 没有多久之前 因为他这个退下 这个火线 但是我们也听到很少他的信息 但是最后一次看到他的这个出现 竟然就去了这个敦煌的莫高忽 里面去视察 考察 而当时 这些片段 也都流传在这个互联网 也有很多的一些中国的国民 看到总理出来 就好像我们MIHK的总理出街 有很多人都跟他说 总理好 总理好 总理 总理 生意 正 和他一起视好 就是这个 就是祝福他 看来这个花疗强 李克强 都很深得 中国国民的这些欢心 而这个的花疗强 出访 这个的视察 这个的莫哥佛 敦煌的这些片段 据称你那个好想小气的杂维尼 朕义无要下架 又说不肯准他这些消息出来 但是说真的 哎 哎哎 又怎样可以看来这些民间的消息 网上的那些东西 就算你的网军技能强劲 你手门口的那些赤绿 都会做到这个漏眼的片段就传出来了 而在这个花疗强告别这个总理会 就是总理会 就是这个国务院的这个时期的时候 卸任了 他也都和国务院的一些的手足 同事 就是这个speech 也都说了一个很出名的 人在奖 人在奸 天在寒 这一样东西 人在江 天在汗 有天看着的 还有这一样东西 大家可能会想 是不是这个全家产 搞搞震 没人帮震 连这个胡锦涛都掃地出门 人在干 天在汗 就是等天收 但是你没人忘记 哪个人都说了 这番说话也很棒 有些花疗强 你一个共产党的党员 无神论主义者 你们共产党做事 做得这么担心的时候 你觉得有天会看着你吗 在你的口出自就没有了 我真的不相信 不过说 这些椅子拿出来 是无他的 当然是吊致这一条 你不要扎回来 等这个人扎回来 你不要以为你扎 你不要以为你扎 你是囂张拔护 是吧 脚手遮天 搞到中国的朝铁 乱齿了 是吧 你不要以为可以扎 你不要走得走 等天收 是吧 很多的网民 就是这样的推演 更有甚者 就是习近平 当李克强 告别 政坛之后 下台 下班 你不要以为你扎回来 你不要以为你扎回来 你也要扎回来 和他扎回来 多谢一下他 但是这条拆护 真的是 习近平 真的连气都交不出 不扎回来 不断扎回来 他手也不扎回来 他扎回来 他扎回来 扎回来 他和你合作了 扎回来 十年 习近平 你都不扎回来 你都不扎回来 做一下 扎回来 说一下一两句 出来赞你 感谢总理 多谢你 李同志 对国家的贡献 对港国的贡献 如此类推 你多说一句 你都不扎回来 你都不扎回来 习近平第三次临庄之后 将国务院的权力削一下就削一下 你什么都打 党拿到实一实 原本关国务院搞的事情 他都给他全家产 你都给他搞 你就好像看看我们 现在中联办 那些地方都要挡一下 牢牢地看着 已经不关国务院的体系 将所有的事情 拿到实一实 好像他打飞机 这样的情况 现在在这样的情况之下 剩下的新任的总理李克 那一刻就变成了李强 李强五金 其实都是一个摆设性的人物 出来做报警版 实际他有多少事情可以做得到 在政事上 经济上的事情 原本是归于技术官僚 现在连党都要拿着 习近平都要说了事情 我认为他也是做得到 不得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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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家看过这么多黑社会片 可能都会明白到 这个可能是其中一个的 scenario 不得到 不得到 另外第二件事 不得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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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死了 就永远不会威胁我 不得到 等你做一个好的 共产党的党员 拜拜 被心臟病 大家真是不认知 但唯独是可以猜得到的 不如在这儿研究一下 究竟习近平对死后了前任的国务院总理李克强 会有什么什么的评价 会不会高度赞扬他 你都知道 华人的世界最重要是 这个人死流明 炮死流皮 是吧 你死了之后 希望有什么什么的明星 中国共产党对你那边的杜盟 杜盟 究竟是会怎么样的一个评价 我们就等着招 是吧 求任期说两句 生于什么时候 什么时候加入共产党 跟着就怎么样 死了 然后呢 没有然后了 拜拜 这样就真的得淡笑了 但是习近平一直以来 无论是动态清零对抗武汉废廉 又或者你说这个中国人成功脱贫 这个李克强都玩齐他 动态清零李克强就 痴之以鼻 是吧 中国里面的经济不想到 其实他就会搞这个地摊经济 都给你这个习近平 把他那些下架 不准说 是吧 各方面的一样的事情 那更恐怖的就是 当你说成功脱贫的时候 李克强就说 全国国家里面有一半人都找不到千多元 很惨 六亿人 很窮 那样的东西 哇 兜口兜面 刮够你肥杂的后尾枕 多么肉枸酸 那样的一对着干 他肯定就被大家的牙齿印 深仇大恨 各方面的事情 完全是出于大家对这个 掌握权力 执政的理念 全部都是风马 牛匹相及 有这么多的问题出来 首个几年我们还见到 这个习近平和李克强 王岐山 大家都担心 面和心 不知和不想和 但是第二个第五年的时候 基本上大家都担心 李克强 尽量披掉 按下 让你集围 就可以多些曝光 很明显 怕别人 就抢掉你的光环 如此类推 好 但是呢 在中国共产党 我们很记得 死了总理 都大难获 那时候 当然我也很害怕 死了总理 真的很大获 死了一个周恩来 又有天安门的事件 搞到后来引发到 四人帮都要 拉柴 出现一个翻天覆地的改变 上一次死总理 就是死了赵紫阳 不是赵紫阳 是胡耀邦 是赵紫阳的拍档 胡耀邦 哇 死总理 跟着几十万人 跑了去天安门 自发性地去悼念胡耀邦 跟着搞出那个 在春夏之间1989年的六四民民事件 波涂壮阔 突然搞到共产党邓小平 拍摄这个坦德车 进去清墙 开机关枪 去吹牛 是吧 这样的情况 也说 都是滴滴滴 死总理大了 死完这次 李克强 刚刚卸任 跟着又死了 那会不会引发 中国里面一连串的大波动呢 有心人会不会借死总理 上街去悼念 然后跟着又吊你 想起自发性 李克强 你为什么你走得这么快 总理 你为什么要死 哎呀 总理你死掉 我们中国人怎么办 哎呀 这样的场面一出来 哪个最肉酸 当然是习维尼最肉酸 那是不是会不会 习维尼 智商虽然就不高 我也完全不会对他智商有任何高股 看完之前死过胡耀邦 跟着再之前死过周恩来 今次死见李克强 喂 他真的会不会怕 喂 当然人家要读历史 从中学习 避免前途覆车 是吧 那今次 哎呀 这个李克强 会不会任何的这些拜祭 悼念的活动 一切重拣 按得低就低 但是你越按得低 你越按得低 中国的人民就 我都想要悼念李克强 你都不会 跟着全部跑出来 星星之火 可要燎原 跟着会不会中国爆 这些大重要的事情 所以李克强死不死 怎么死 我都不会 地图 也不会那么在乎 但是他死了之后 在中国里面 会不会有一连串的问题 会出现 大型的这些人民上街的悼念活动 遮悼念活动 然后吊杀你的习近平 搞得到他没有公开 陷阱走来中国香港做鸡 搞得到民怨沸腾 公司倒闭 外资撤退 四面交困 外国封锁 哇 借一些耳朵出来 借伤成毒 吊你老母习近平 这就大了 哇 大家密切以待 总之 死了一个李克强 根本并对我来说 我不需要知道他怎么死 但是他死了之后 对中国有什么东西的影响 大家拭目以待 买好花心 说好香槟 看好戏 刚刚有老友 扔了一篇文章 叫我看看 他怀疑李克强的死 是长期和那些蠢人共事 而引发他的心脏病 那谁是蠢人呢 谁人都知道了 各位MIHK的观众 注意 由2022年1月1日起 岳余谭只会上传到 MIHK.TV的网站 和Patreon 子公会员收看 每月并会上传不少于十条影片 如果各位想继续支持岳余谭的 可以去下列MIHK.TV的网站付费 和到Patreon注册会员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